高雄地区抹茶专卖店并不多 是以这一家500年历史的日本老店 在抹茶界引起了一阵小旋风 超大型的日式灯笼写着上林茶屋 就挂在店门口前的正中央 剪樸和风的古建筑风格 以木质来呈现浓浓的日系风味 高雄地区抹茶专卖店并不多 板凳与板前桌位 象征着店家一贯的简约风格 听说此道美味的创立者 便是曾经服侍过将军的茶师 因此这里其中一道搭配 红豆与白玉的双麒麟 就换作将军的眼泪 似乎在抹茶的浓郁香味中 可以寻得霸主背后心酸的情怀 我会用这个顶部的双麟 在这里面的双麟 我会用这个顶部的双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